近日,汪小飞终于见到了两个孩子 而张岚作为奶奶,也如愿以偿和孙子闺女见面了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但是却有消息称,大S疑似与汪小飞复合 消息曝光后,立马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说起大S和汪小飞两人 虽然很早之前就离婚了 但是他们之间经常因为各这种小事而引发矛盾 甚至有时候因为一件普通的小事 大S就能将汪小飞告上法庭 就像前段时间,汪小飞不小心把孩子的正脸照曝光在了网络上 大S就将前夫告上了法庭 对于他的这一做法,很多网友觉得大可不必 但不知道大S怎么想的,总是能把小事变成大事 如今,两人因为孩子的抚养权闹得不可开交 而汪小飞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 想和孩子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但是,一开始大S还向汪小飞索要6000万 后来不知道处于什么原因 让汪小飞把孩子接走了 对此,有消息称 大S也跟着两个孩子一起到日本 两人疑似有复合的可能 与此同时,大S和郡俊叶的关系也令人怀疑 因为郡俊叶在前段时间回到韩国与友人聚会之后 就一直没有回到台湾与大S相见 所以,网上有消息称 郡俊叶拿着钱跑路了 抛弃了大S一个人走了 所以不会再回来了 而大S之所以让汪小飞接走两个孩子 并且一起去日本团聚 是因为两人即将复合 毕竟以汪小飞的经济条件 她完全有能力给大S和两个孩子更好的生活 让他们后半辈子都衣食无忧 而大S也深知这一点 所以一直以来 她不断向汪小飞索要巨额抚养费 如果没有汪小飞 相信大S的日子不会过得这么好 所以如果大S和郡俊叶离婚的话 大家对此也并不感到奇怪 不过,网上有关于汪小飞和大S复合的传闻 虽然说到头头是道 但是两人具体有没有符合还有待遇确定 不过对于汪小飞来说 如果她与大S重新走到一起 相信会对她的事业以及未来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 毕竟大S曾经把她伤得那么深 也希望她能够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出决定 话说回来 大S曾已经做了很多措施 想要得到汪小飞以及张岚的原谅是不可能的 如果她当初没有和汪小飞离婚 好好过日子的话 相信也不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这世间的反转说来就来 就拿葛思琪来说 之前一直力挺大S 相继爆出汪小飞的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以至于被张岚炮轰收了大S的钱 葛思琪为此还和张岚展开一场跨省官司 官司结果还未尘埃落定 葛思琪却转变了风向 特别是汪小飞请葛思琪吃了一顿麻溜剂后 彻底战队汪小飞 多次直播夸汪小飞人品好 爱孩子 而且很可怜 回台北明明就在家门口 却进不了家 黄子脚爆料大小S吸毒后 葛思琪火上浇油 称黄子脚的爆料95%是真实的 隐隐约约肯定了姐妹俩吸毒的事实 回台湾上节目的时候 葛思琪更是爆出大小S拿药的人头 称不止一个 对方曾通过黄信艺人转交药品给他们 沉默许久的大小S 没有起诉爆料者黄子脚 却联合对葛思琪进行了提告 对于自己被起诉一事 葛思琪心情复杂 喜的是此前被蟑螂诬陷收大S前一事 现在终于得到了证明 生气的大小S欺软怕硬 不敢起诉黄子脚 只敢起诉他一个小狗仔 目前 官司已经进展到了一半 前些天葛思琪乘飞机回台湾 信心十足等待因素 对于官司的结果 葛思琪信心十足 直播的时候完全不慌 手里晃动着手机 霸气地喊话大S 我这部手机里面 充满了大小S的瓜 到底是谁在利人设 我告诉你们 狗仔从来不搞人设这一套 大S 你的料可多了 看来 双方是彻底撕破脸了 当初葛思琪帮大S说尽好话 春节张蓝造谣大S三胎孩子 不是汪小飞的 葛思琪还帮大S证明清白 称大S怀三胎的时候 自己就拍到过大S逛街的照片 而身边的男人正是汪小飞 结果 大S一点就情分不念 直接对葛思琪进行提告 这怎么能不让葛思琪生气呢 现在不过是反击罢了 这几天 张蓝和孙子孙女在日本享受天伦之乐 这是时隔四年之后 祖孙的第一次见面 张蓝激动地全程直播 她的举动也遭到了一些网友的非议 难得见面 案里应该好好陪孩子 但是张蓝一点不想放过这么好的流量 不停地介绍麻六计 还让小林子吃麻六计的酸辣粉 甚至自己尝过以后再递给孙子 还有网友说张蓝眼里只有钱 说好给孩子买衣服 结果小月穿得跟乡下妹一样 衣服很廉价不说 还皱皱巴巴 完全不像一个新二代 不过张蓝心情是开心的 也很珍惜这次的相处时光 至于两个孩子为何不回北京 葛思奇透露 因为大S根本没给两个孩子办理台包证 以至于孩子们没办法来大陆 本来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大S却拖着不办 出去玩只能去周边国家 因为签证的原因也待不了太长时间 这也能解释张蓝为何要去日本团聚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葛思奇的说法不可信 孩子爸爸是北京人 就算大S不给孩子办 难道汪小飞不能办吗 7月19日 有网友曝光大S带着子女隐匿返金了 他们在北京海洋馆玩耍时 还被偶遇了 随后又有网友公布了小月月姐弟的背影照片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背影酷似大S 疑似大S亲自带娃来北京过暑假 一家四口和家团圆 而且汪小飞直播时 虽然对孩子的趋势三间其口 但也没有否认孩子已经领回 此外在汪小飞的直播中 不慎泄露了一些信息 表示现在有五个小伙伴陪伴着孩子 因此大家纷纷猜测 那个神似大S的女子就是大S 难道说两人为了孩子来一个世纪大和解 其实这样的结果才是最好的 他们尽管已经离婚 但血脉亲情是无法割舍的 孩子将会成为两人之间永远的联系 继续争吵下去 只会伤害到被夹在中间的孩子们 虽然和解的具体细节和条件并未公开 但这个家庭重新团聚的消息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大S还主动制定了全家旅游的计划 企图缓和一家四口的关系 不过这个消息背后还有许多让人疑惑的地方 比如大S和汪小飞为何选择在此时和解 他们只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完整的家庭吗 这次和解是否能够持久呢 据军业做头等舱飞美国 两人感情疑似再亮红灯 据谭明于7月19日爆料 大S亲自带孩子回北京看爷爷奶奶 还制定了全家出游计划 企图缓和双方关系 为了让孩子们住得舒服 汪小飞在接回两个孩子之前 表示已经购买了一处300平方米的房子 供孩子们生活使用 孩子们回到北京后 汪小飞再次爆料称 这处房子价值8000万 这无疑是一处豪宅 看来汪小飞对大S和孩子们的生活 确实慷慨大方 因此有网友好奇大S这样做 巨军业难道不会生气吗 相反 那个一直口口声声说爱大S的巨军业 在黄子脚爆料之后 被拍到前往韩国的画面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中 他从未公开声援妻子 更没有为他辩解一句 他在这三个星期中不是 在参加派对 就是在半派对的路上过得好不快活 近日 他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一条动态 背景是在飞机头等舱的豪华座椅上 很多人以为是最近风声小了 巨军业飞回台湾了 没有想到他去的是美国 这也不禁让人怀疑巨军业是拿钱跑路了 甚至有网友认为他爱的不是大S 而是想从大S身上获取利益 俗话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男林投个自飞 这句话放在巨军业和大S婚姻上 可谓是非常浅